这天深夜,出租车司机小明决定再拉一位乘客救回家,可是路上已经没多少人了,小明没有目的地开着,忽然发现前面一个红衣女子在向她招手,本来宁静的黑夜一下子有了人,让小明很奇怪,但是走这时候了,她也不忍心丢下弱女子不管,就到跟前停了下来,红衣女上了车,用低沉的声音说, 师傅,请到火葬场 小明瞬间打了一个冷战,火葬场,难道她真的是?小明觉得事情有点不对,但是以至此,她也只好开去火葬场,透过后视镜,小明发现那女人面目清秀,却一脸坦白,一路都没有说话,让人毛骨悚然,小明越想越害怕,实在无法继续开下去了 因为火葬场很近的时候,小明忽然找了个借口 小姐姐,真不好意思,前面不好掉头,你自己走过去吧,已经很近了 那女人,点点头 那多少钱? 算了,算了,你一个女人这么晚,来这里也不容易,算了,不要你钱 那,谢谢了 说完,打开车门,走了出去,小明转过身,叫发动车 可是没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,于是回过了头 可怕的是,那女人已经消失不见了,她看了看后座,没有 车的前边,左边,右边,后面都没有 难道她就这样消失了? 小明很好奇,想弄个明白,她下了车,来到了没有关上的车门旁 那个女人难道就这么快的走掉了?还是她就是,啊,今天真是倒了血没了,我得赶紧走 刚要离开这里,一只血淋淋的手,忽然拍在她的肩膀上,她回过头 那女人满脸是血的,站在她的面前 师傅,请你下次停车的时候,不要停在沟的旁边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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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